马斯克的星链摊上大事了 俄罗斯代表发出警告 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准民用设施 可能成为俄罗斯打击的对象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当地时间的9月19号 美国极限技术网站表示 俄罗斯代表康斯坦丁·沃隆·佐夫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开幕前一天 对美国卫星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方面表示 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准民用设施 也将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 这次俄罗斯虽然说并没有点名 但是他们针对的正是马斯克的星链系统 这个星链系统是SpaceX推出的一项服务 借助近地轨道卫星群 为全球偏远地区来解决互联网无法覆盖的问题 俄乌冲突期间 马斯克的星链系统曾经为乌克兰提供通信服务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其实不久这个SpaceX就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星链互联网终端 而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格金就披露 说俄军俘获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第36旅的指挥官 供述说美国曾经直接的把星链卫星互联网终端提供给乌克兰军方 亚素营的武装人员 还有乌克兰海军陆战队都使用了星链的互联网终端设备 在很多人的眼里 马斯克不仅仅是世界首富了 他还是理科生的终极浪漫 现实世界中的Tony Stark SpaceX的再生火箭 什么火星探测计划 还有风靡全球的特斯拉汽车 让他也是声名大噪 但是星链却是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有人指责马斯克和他的公司 在利用先发优势抢占太空资源 而且SpaceX与美国军方的一系列合作 也让人生疑 你看早在2019年开始 美军就对SpaceX的星链项目进行资助 以测试星链卫星与军用飞机的加密互联网服务 而到了2020年的10月份 美国航天发展署 更是对SpaceX架达了一份价值1.5亿美元的订单 美国方面要求SpaceX开发军民两用的卫星 为美国搭建未来国防太空架构的初始导弹预警和跟踪系统 正是因为SpaceX和美军盘根错节的这种关系 再加上星链系统在俄乌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 让俄罗斯是十分的恼火 俄罗斯才会对美国的民用卫星也发出警告 马斯克的星链系统不仅让俄罗斯十分的头疼 还曾经一度威胁到了咱们中国空间站的安全 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的7月1号和10月21号 星链系统的两颗卫星曾经先后于我国的空间站擦身而过 为了保障中国宇航员的人身安全 中国空间站只能够采取紧急避让措施 而随后美国的解释则是含糊其词 美国太空司令部变称说 不认为这两枚卫星会与中国空间站发生碰撞 所以并没有通报和避让 可是根据这个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麦克道尔所发布的轨道数据就显示 我国空间站紧急避让之前 这两枚卫星曾经距离我们的空间站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那别以为这一公里看着很远 事实上根据第一宇宙速度来说的话 卫星的运行速度在7.9公里每秒 所以不到一公里 换句话说这枚卫星可能在十分之一秒内与天空号相撞 那一旦要是发生撞击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前美国宇航局曾经对国际空间站有一个安全标准 航天器周围有一个安全区域叫做警告核 可以视为是一个长宽都是50公里 高4公里这么样的一个区域 这个国际空间站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心的位置 所以当时呢 这枚卫星按照美国的安全标准 那算是早就已经进入了警告核区域了 外界就认为星链卫星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作为自杀式炸弹 对其他国家的卫星实施撞击 所以总的来说吧 星链系统啊 并非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是人畜无害的 俄罗斯警告之后呢 星链系统还会供应物军使用吗 那我们就要静观其变 拭目以待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再见 再见